我們在示威活動裡面 其實近期已經開始見到 有人帶著一些類似手槍的物體出現 這個情況是非常之嚴重 而我們也很擔心 因為香港一直非常安全 絕少有人使用槍械 在昨天 真是有人拿著一支 仿製的槍出來 指向警員 而警員 也是有需要拔槍 擒槍制止 我要指出 管有仿製火器 最高的刑罰有機會是七年 我們留意到針對警方的行為 由口號式的指罵 網上惡意的呼籲 電話上的滋擾 轉變成用刀襲擊優班警務人員 用懷疑槍械指向警察 我們對這些目的卑劣 情況嚴重的行為 我們一定會用最大的努力去揭指 就所有違法的行為 我們必定會全力緝空 承之於法 除了先所說的一些行為 亦都有大量的謠言 在不同的平台發放 有人甚至將這些指控 不作查證 就轉載報道 我們就這些謠言 所有的暴力行為 都會一視同仁 秉公辦理 全力追究所有犯法的人 犯法的事 就是要有所謠言 我的天啊 是 我現在想說的 這個筆記 都會不會有所謠言 在這裏 又有什麼 我們要令人 有所謠言 我不會有所謠言 感谢观看